原来是豆豆做出了时光机啊 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冒险吧 高窝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乘坐时光机来到了恐龙时代 第一个会遇到什么恐龙呢 恐龙正在哭呢 是哪里不舒服吗 豆豆好像想去帮助他呢 恐龙呀 你叫什么名字啊 原来你就是初恋的霸王龙啊 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哪里不舒服吧 来吧拍一张X光照片 原来是因为没有刷牙而有蛀牙了呀 好 神奇鸡仔恐龙探险队出动 要是不想蛀牙就要把牙齿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都刷干净哦 哇 牙齿变得闪闪发亮了 小朋友们 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些有关霸王龙的知识吧 霸王龙的体重约七吨 和十只棕熊架起来的体重差不多哦 哇 好厉害啊 高摩的身高是三十厘米 厉害啊男孩的身高是一米 棕熊的身高是两米 哇 霸王龙的身高居然超过了四米呢 哎呦 吓我一跳 你的声音好大 而且听说霸王龙会抓我家的动物来吃呢 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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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默 你是不是应该快点逃跑啊 高默 快跑 神奇鸡仔恐龙探险队 我们下次再见哦